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想起周深这些年走过的路 让豁然开朗 原来 这首歌 是隐约老师他作为一个姐姐 对这位单纯可爱的弟弟前些年在公司的工作评价及劝导 从隐约老师歌词的叙述中 们可以看出这些 迁就对方的节奏 周深他在公司 做任何工作 都会迁就公司及客户 让他干啥 他就干 感受对方的感受 工作的时候 周深从不会想自己 他想的是 怎样做 才能让客户满意 请求对方的请求 公司请他帮同事去做点什么 他也会去做 即使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的工作 成就对方的成就 他辛苦把工作完成 可客户却只感谢了公司和同事 并没感谢周深 原地不动 不忍失手 周深看见这画面 愣在那原地不动 他在心里想住 公司这样对 要离开吗 离开公司 真的好吗 他的心一直在动摇 总问自己要不要放手 你等在情绪代谢的最下游 一天 周深他把这些让自己苦恼的事告诉了隐约 隐约看出来了 神深情绪失落 这情绪 靠他自己根本代谢不下去 于取于求 照单全收 他告诉深深 没关系 你把想说的都说出来 姐姐照单全收 隐约姐姐听了深深叙述的这些事 感慨到 神深 该说你什么好 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面对别人的不公平对待 别人的嘲讽漫漫 为什么你内心的情绪与表象完全不同 为什么你明明很伤心 却总把笑容挂在脸上 不愿让大家感受到你心中的痛 别人让你干什么 你都会点头答应 做什么事都不折不扣 尽心尽力 只要答应人家了 总会倾其所有 毫无保留 干到最好 明明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你却总说自己做得也许还不够 姐姐在这劝你一句 别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要学会字就知道嘛 这样被公司操控住做事 你的身体迟早会被耗空的 到时候 你八成会情绪失控 断送自己的前程 其实 早就看透那破公司的所作所为了 看看这些年 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这公司 从借用你 让你去接各种街头商演 到利用你 让你去小宗一路个脸 见你火了点 他们就开始享用你给公司带来的收益了 享用后 他们就得开始滥用你了 管你参加什么节目 只要公司有钱赚 都派你去 根本不会为你想 你再想想你这些年被公司三天两头刻扣工资的事 想到这些 你就该转身就走 相信 即使你走了 公司也绝不会心痛 像你这样总是为公司助想 这只会让你更辛苦 你的温柔 这也是你的苦衷 无论别人如何骂骂 你都不会做出执念反击 你的过分善良 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被更多人伤害 公司把你伤成这样 等需要你出手的时候 随便给你道个歉 你就直接原谅公司了 这行为其实是在纵容 这会让公司觉得你是最好操控的那个人偶 深深 你得好好想想 其实咱们每个人 人前人后都是不一样的 前后都得想透彻了 姐姐看出来了 现在的你正被困在人情事故中 满脑子想的是怎样做更好 那些不公平待遇 也没心力去追究了 这样的你 最后会走向哪里 你有想过吗 你总把自己的真实情绪给隐藏住 把自己给整得千疮百孔 姐姐是真担心呀 担心你 可你却看不见 你不知道这样走下去会断送你自己 这样好心的劝你 你却连个回应都不给 依然在公司待住 做住那些事 曾对你的那些希望都被尘封了 能感受到 你的心实际上是在求救的 但公司里 那些你身边的人 却都听不懂 这些年 一直在为你计算住 以后在这公司的路怎么走 因为知道 你不会去想这些 不知道 再这样下去 你还能撑多久 你对别人一直很宽容 人家欺负你 你都可以在表面上放下情绪 友好面对 可你对自己却百般苛求 认为做什么事 都必须做到最好 工作得再优秀 你依然会把自己的成绩排在最后头 还好 神圣你最终还是听了的话 合约一到期 立马离开了公司 那个曾经拥有受伤的心的你 这些年来 心里的伤口早已愈合 甚至磨练到遭遇任何负面言语 都不会受伤 这份笑容从始至终都在你脸上挂住 虽然你满满的都是笑 可还是为你的这段成长经历而痛 好了 这就是对这首歌歌词的理解 再看来 这些词 就是隐约老师曾对深深说过的话 是他对深深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警报 隐约劝深深离开这破公司 别再续约了 深深他也把姐姐的话听进去了 可以很肯定的说一句 是隐约的正确引导 成就了周深 谢谢隐约老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